Hello,大家好,我是Kathy 提起太平山的山頂,不知道大家會想起甚麼呢? 山頂纜車,靈宵閣,還是山頂廣場呢? 有沒有想過其實它和大富翁都有關呢?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位於山頂的大富翁夢想世界 它是一個和大富翁主題有關的展覽館 裡面包含了各式各樣的展覽和互動裝置 令大家可以自身在一個真實的大富翁世界 人人都可以有機會成為這個大富翁 我們這次直接透過官網預訂 選擇方案就是夏日良浸浸投票 適用平日1至5時段 兩位成人收360元,平均一位是180元 入場的時候出示電子版的QR Code 換一個實體的票,入場就可以了 事不宜遲,快點跟我進去探索大富翁的魅力吧! 這個是主題館的門口處 而紅色為設計主題,長眼又不失奢華 我們進來大富翁夢想世界的展覽館 剛剛和職員出示的E-mail 然後換了這兩張入場券 一樣樣的,沒有不同的 要等三個字,2時15分入場 因為它說它要分流 確保大家安全一點 另外我們就給了這兩張明信片 我們很漂亮的一張是金色 一張是有它的樣子 一個紅,一個金色 寫完就可以過旁邊有一個油桶 就可以自己寄的 最後就拿了它那張夢想指南 就是裡面有些什麼景點 其實就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因為它只是告訴你一些圖示 我們一會進去就知道那個是怎樣的 現在很期待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吧 輪到我們入場了 首先第一站,先來坐大富翁先生家的電梯 正在上升 其實這不是一個真的電梯 而是由兩邊的大螢幕形成 大富翁先生家真的有很多產業 而下一站就來到它的書房 先入眼簾的是大富翁先生的愛犬 他還可以與主人環遊世界很羨慕 其實這段歡迎詞主要是廣街去的想法 以及歡迎我們隨便在他家裡參觀 好啦,也是時候仔細地參觀他的書房 首先是木製的大富翁遊戲 非常有型和很漂亮 不說不知,原來大富翁先生曾經做過汽車維修員 所以在遊戲中也不難看到汽車的棋 而書櫃中也擺放了不同年份國家的大富翁遊戲 非常復古,很有年代感 而另一邊就是他的銀色炮車 很有科技感 而旁邊就是一些收藏品 讓大家看看 就是一些遊戲周邊 紙幣和一些特色的棋 而下一站就來到 霓虹燈時光隧道 有一個很大的高置歡迎你 旁邊就是其他圖案的霓虹燈 可以自由拍照 然後來到4D影院 不過不可以拍攝 所以稍後再分享觀看感受 剛才我們一進來 就參觀了大富翁先生的家 他的書房 他的車等等 在這個位置看了一個電影 主要內容就是 我們坐在椅子上 裡面是那些動物 參觀去大富翁先生的家 不過發現家裡有小偷偷了他的鑽石 然後就一起跟他協助捉這個賊 也挺好玩的 他有很多動物 然後跑 椅子不可以動 有些氣、水、撥你的腳 所以挺好的 另外剛才我們在後面 玩這個撿錢的遊戲 就是大富翁先生 他會感謝我們 幫他找鑽石 進去山門就準備開始了 風扇會吹起地上的紙幣 而在限時20秒之內 撿到最多數量的紙幣 不過難度真的超級高 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每個人都好像傻一樣 瘋狂地去捉錢 但偏偏又在手指欄裡流走 看自己玩的時候 覺得很好笑 另外也給大家一個tips 記得儘量拿紙幣50元 因為它是最大便值 可以當5元現金這樣 是洗貨的 那我們拿錢 就拿了這麼多 是超級多 那他的錢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他的錢可以一會兒出去 小食部的時候 去換一些食物 又或者用來買禮物 當現金洗也可以 現在就在這裡玩一下這裡的設施 內部設計大概就是這樣 老實說空間不算很大 是一個迷你版的主題館 這裡有四個景點 我們先參觀監獄的位置 另外一個景點就是監獄 我現在一進去要體驗坐牢 跟我一起進去 這裡也比我的房間 首先是一個廁所 這個是裝飾來的廁所 卡 就是例如 我被人拘捕 我有一個神偷 即時入獄 在大富翁裡面 怎樣可以馬上獲釋 就是這張機會卡 你用一張就可以即時去肚肉 那我就這樣 拜拜 轉個鏡頭就是他 我下次再來找你 拜拜 這裡大富翁的一個 叫做獲取契約書 對啦 我們可以掃描門票上的KL Code 就可以了 掃描 對啦 接著就打自己的名字 就可以了 我就有一張地契卡 就是這個位置拿的 我是拿長洲的 去隨機給的 然後要慢慢撕的 溫柔一點 我是撕爛了 不過我也可以的 不要緊 這裡就可以 扔印 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按住 剛才這樣就可以了 是否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再游開 不用再游開 一招一招 對 好 好 那我們兩張地契卡都完成了 就在這裡做就可以了 這裡也有個電話 就可以收聽大富翁每日報 拿起電話就可以聽了 好 我們就聊完了 就買回來了 下一站就是金庫 有大量的金條和隔晚 大富翁先生真的很有錢 你也可以加錢請職員幫忙拍照 所以大富翁先生為了感謝我們 而送很多金條給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偷他的金條 好 我的 那邊也有 快快快快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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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不完 還有我的車 放進去 好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最後一站就是小賣部和手信店 收買各款大富翁主題的紀念品 外面也很少看到 很推介大家來看看 另外也推介大家 一定要來試小食貨賣的魷魚 很好吃 魷魚很飽滿 魷魚香味很夠濃 我覺得是不乾 煮得對很好的 所以這個 如果你拿這些券 不過一次買這個 最多是用三張的 你拿多點紫色這個 一次過就減15元 或者剛才你的抽獎 拿那張15元的小食券 就可以便宜些去買這個 如果不是原價48元 我覺得都可以 都正常 但是30多元當然是比較便宜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試一下 這個魷魚 超好吃 超好吃 推介 我們剛剛在接待署 買了這個魷魚 就是一個特別版的 有蛋糕和Monoplay的圖像 一張都不便宜 這隻都要10元 我們買了兩張 因為一人寄一張 原來這裡的魷魚 是特別的 如果你在這裡寄的 就會是一年後 即2022年的7月9日 才會收到 但如果寄出外面的油桶 大概這個時間就會收到 那就要注意一下這件事 我們現在就寫了 最後一站來到戶外空間 當天天氣超好 正確來說是很熱 不過也看到很漂亮的景 例如這個博庫林水塘 好像在山裡有個湖 很漂亮 最後來到山頂名人庭王維港景 維港景景色即是白漢不厭 很漂亮 好吧 今次的大虎翁夢想世界 加山頂一遊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你們喜歡 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